面对都市化少子化的影响 许多乡镇的学校不但学童人数减少 教育资源也相对匮乏 新竹县新普镇在地的企业主 奔着回馈乡里的心 选择内容丰富有趣的地址规动画 小乾坤和汉字动画悠有自在 捐赠给在地的小学 希望让更多的学童受益 从事贸易工作的范德权 邀请兄长以及同乡好友 一同捐赠荣获国际多项奖项的 弟子规动画小乾坤和汉字动画 悠有自在品格教育教材 给新竹县新普镇的在地国校 父亲从事教育工作 那其实我们虽然是我们兄弟 没有说来继续从事这个教育工作 但是我们觉得说还是要关心 那父亲既然他对教育很那么重视的话 我想说我们至少我们可以尽一点心力 来对我们家讲一点贡献 校方颁发感谢状给企业主 感谢他们的爱心捐赠 让优良教材能丰富活化学校的课程 我想他一定可以帮助我们学生 在品德教育方面的一个培养 还有在对于我们文字的一个演变 会有更多的一个创意跟想法 给这个小朋友很多一些实际上在生活上一些尊重 以及有爱以及孝顺的一些典范例子 那我想小朋友会以这个动画的方式 小朋友会非常有兴趣 现场也举办研习活动 透过讲师的经验分享 让教师们更清楚知道 如何实际运用这份教材在教学上 我觉得他算是蛮生活化的一个教材 然后像又有字在 小朋友可以透过字的结构去认识那个字 又可以增加师质量 像是综合课的时间 我们全班一起来看 然后后面带一个讨论的时间 让他们可以有一个很完整的去了解说 我认识了这个字 那我在生活当中 我可以去反思我怎么样去运用 新唐人亚特电视林秋霞江淳慧 台湾新竹采访报道